这个所谓的脱口秀魔术它的内涵特质是什么 和传统的差异又是什么呢 这样简单的说啊脱口秀魔术是什么呢 脱口秀在前魔术在后 但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会抖很多的包袱 那这样吧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讲一下你们就懂了 如果现场哪位朋友包括三位老师啊 你们口袋里有100块钱 并且主动愿意拿到舞台上来给我的话 我瞬间给他变成两张之后 我把两张全都给他 有没有 来 我这二十个月 有没有 机会只有一个啊 先到先得啊 这位旁 有了有了有了 这样老师您检查一下这钱 免得人家说他是土 你和他认不认识啊 我肯定不认识啊 对对你看一下 他主要不是两张 因为我要变成两张嘛 假的都没事 一张 一张吗 OK 看错 看错 看错啊 我不会动了啊 看好啊 注意看 首先100块钱对折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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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成这么小 知不知道为啥 因为折小了以后容易动手脚 注意看 然后把它放到手尖 然后朋友们来 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啊 来 吹口气 一 二 一 两张 掌声鼓励一下 哦 哇 一张一百 瞬间变两张 很快 来 掌声鼓励一下 方便 来 你不要看这个魔术 你不要看这个魔术 确实和其他魔术有差异 对 他时尚前卫 但你的手法太娴熟了 他这个就是一个 扑口秀魔术的一个典范 那刚才你说到你说你现在是阳式古典戏法的传承人 对 那是唯一的传承人吗 不是 我师父啊有十二个徒弟 哦 我是老九 那你师父是谁 我师父叫温宝梁 也是胖子嘛 不不胖 我师父一个辈儿精神的一个小老头 哦 就辈儿精神 也就是说他这个阳式戏法并不是说要以胖为标签 不具一格 不会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今天温大师来到我们现场了 真的 真的 那我闭嘴了 哈哈哈哈 到底是胖是瘦 是不是阳式古典戏法 需要体型的要求 我们把它请出来 亲自问问好不好 来有请我们的温大师 欢迎您了老师 好 三位老师好 您好 各位嘉宾好 哎呀 大家看看杨老师这身子骨啊 辈儿棒 精气神特好 但不胖 跟您请教一下 这个杨式古彩戏法 它上面的传承是谁 著名的艺人八大怪之一 魔术大师狗熊成 哦 天桥八大怪传人 对 大师我来自南方 我还真的从来没看过杨式古典戏法 杨式古典戏法呢 也是民间戏法的继承和发展 咱们杨式戏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单打独斗 就是一个人表演的比较多啊 靠的是手机养快精巧熟练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靠说口 过去北派魔术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口 用语言来表达节目的内容 这是杨式戏法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 西欢其实是有继承的 这说口不就是脱口秀 对 就是这意思吧 对 您既然是 讲当年天桥八大怪传人 应该有 特别经典的老戏法 给我们开个眼吧 叫什么 这老戏法咱叫什么 罗圈献柴 罗圈献柴 在我国流传了上千年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个流传了上千年的魔法 好不好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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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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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老大了这个 哇 嘴啊 哇 에이 뿐 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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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出来 而且衣服没有细 刚才温师傅的表演 我真的是看得眼花缭乱 我想知道 你这一些魔术戏法的绝技 有没有全部传授给喜欢呢 他目前已经学了一半 又学一半 还就一半 您当时一看 他没觉得这体型学得了吗 我是那么想 魔术靠的是悟性 喜欢就是有这么个优势 他悟性好 好学 勤奋 可能一个人他练一遍 他要练很多遍 而且他努力 我觉得一定能成功 那么我的先生 我的师父曾经有一句话 我一直把他作为座右铭 他说 巧生于俗 俗生于恋 尊心致志 无厌千回 似为奥妙 一会儿喜欢学演那个三星微动 就是很有特色 这也是我们阳式古典戏法的 一个特色的节目 你都学着特色了 那给我们来一个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